Hello,大家好,我是杨中科 今天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我开发的一个开源项目 这个开源项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在entity framework里边来使用墙类型的ID 有的可能有的朋友可能不太知道什么叫做墙类型的ID 在这个DDD也就是这个领域驱动设计里面 这个墙类型ID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英文就叫做strongly typed ID 它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现在为止很多朋友见的实体类 基本上ID比如说一般都是说什么整数 或者说故意的类型之类的 那么它们都是一种所谓的通用数据类型 比如说咱们就以整数为例 比如说咱们定义了一个user类 这是一个实体类是吧 它是一个这个int或者long类型都行 我就long吧是吧 那么 比如说我再声明一个这个产品类 这个product产品类 它的主件呢比如说也是long类型 比如说我在这儿这个再定一个这个方法 这个DDD里边比如repository啊什么之类的里边 无论哪儿吧定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比如说删除指定ID的用户 那么这个方法叫做remove by ID long ID 我这个是说我要说删除指定ID的这个用户 你会发现我看到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它说它到底删的是什么 删的是产品还是删的是用户呢 对不对啊 我得查看文章或查看一下我的这个方法所在的类 我才知道说这个方法删除的是产品还是用户 OK 那即使说我知道 但有时候一不小心会怎么样的 这个传进来 比如说我在这儿有一个ID等于3的用户 还有一个ID等于8的一个产品 我本来想要这个删除ID等于3的这个用户的 是吧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反而犯错了 或者什么样的 我在这儿写了一个remove by ID 8 删除 那最终可能会删除失败 你这个程序可能会报错说 没有ID等于8的这个用户 是吧 但是最起码说在编译的时候 编译器是不会查出这个错误来的 因为你在这儿写3的8之类都是合法的一个long的值 只有到运行的时候 他能才可能会去查说没有ID等于8的用户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使用咱们的这个 这种叫做通用数据类型来做主件 它的缺点就是说 这个没法在这个在代码层面来讲 知道这个仓说什么含义 OK 特别是说比如说咱们要想这个有个订单 假如说这个用户购买了一个产品 有这么一个方法叫做购买产品是byproduct 指定的这个用户 然后购买了指定的这个产品 是吧 你这样去写 那我第一个参数是用户 第二个参数是产品 我得好好看着这个方法 我才能这样去传 是不是 那我正常传的肯定是说 ID等于3的用户购买了8这个产品 那我一不小心写成了83 那编译器也不会报错 对不对 OK 我这个这个他怎么老自动 不管他 他不会这个报错 对不对 编译器这个层面不会报错 而且我得仔细看才知道说 这个哪个参数代表什么含义 因此呢 这就是使用这种 这种通用数据类型 做主件它不好的地方 因此呢 在这个ddd里面建议采用叫做墙类型的dset 那比如说为于为这个user和product 分别在声明一个这个userid类型的这个 一个类型 它代表主件 当然最终啊 它存的还是这个这个 但是呢 我就这么来写吧 这个不动 我声明一个这个userid 什么publiclongvaluegetset 然后再有这么一个productid 唯一不样的地方是什么 你看我把这个这里边的这个浪把它换成了userid 把他的这个也盖成了这个productid 你会发现我的这个user的这个id属性 它是不再是一个浪了 是吧 而是一个userid 这个呢 它也是一个不再是浪了 而是productid 那这样做的是好处什么呢 这样的话你的这个remove remove by id 那么这个方法你说你要根据用户来删除 那么就是userid 我一看那方法名字 我就知道我要传进去一个用户的id 而它不会是删除产品的 对不对 OK 那么包括说我的这个这个什么by产品的这个方法 是吧 byproduct 那我的这个方法 我也知道说userid id 然后的话productid pid 这叫做uid是吧 我一看那方法名字又我就知道说第一个参数传产品的id 第二个参数传这个啊第一个参数传用户的id 第二个参数传这个产品的id是吧 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而且我如果传错了的话 是吧 比如我在这拿到了一个userid id等于newuserid3 然后productid pid等于newproductid8 这样的话我传的话一定是这样去传是吧 没问题 如果我反着传的话 是吧 比如说传反了 如果传反了的话 那编译器都会报错 对不对 因为类型不匹配吗 这就是咱们这种强类型 这个强类型的id它的一个好处 那么强类型的id有非常多的好处 但是在这个ntd服用work6.0 包括之前想比较好的实现这个强类型的这个id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但是呢从donate7开始这个efcall里边就内置了对于这种强类型id的一个支持 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微软这个官方文档的这个wasnew indonate7里边 这有一张叫做value generation for ddd 那么这里边就详细介绍了说怎么在efcall里边来使用这个强类型的id 但是呢它用起来比较的麻烦 你看得先这个声明一个product id的一个类型 注意啊 他给这个例子这样去声明product id啊根本就不够 你还要重写这个gethashi code 还需要重写这个ecos重写这个等于等于不等于运算符 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还要重写大于小于什么大于等于小于等于等于运算符 真的要把它写的完善啊 需要写非常多的代码 而且呢你还要去写这个这个什么value converter 还有一些什么这个id的比如说自登列的这个value generator 你还需要去写啊 基本上你要想达到一个可用性比较强的一个强类型的id 每一个id你就得写将近小100行代码 这个用起来非常麻烦 这也是为什么微远的官方文端里边这提到的一话就是说 呃尽管的很好 但是呢呃这个需要写的代码非常的多 因此谨慎使用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开发了一个开源项目 这个开源项目呢能够在编译期自动帮你来生成啊 这些要以前需要手动写的代码 这个都是编译期自动的完成的 呃那么那么你只要在你的这个实体类上标注这样一个attribute 那其他的代码都是由我的这个呃我的开源项目帮你来生成的 你根本不要去自己来处理特别的方便 ok你需要做的几乎就是只写这一行代码啊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初始配置代码需要去写 但之后其他的所有的实体类 你基本上只要写这一行代码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个项目怎么用啊 那么这个开项项目啊就在github上 我的用户名是杨仲科 那么项目的名字叫做你直接就进我的这个repository 你就去找这个less code if code strongly type的ID 这个名字比较长啊 你不用去记这个名字 你只要记住我的这个github的这个用户名 杨仲科就可以了 进来你去找这个开源项目就可以了 具体这个项目的用法啊 我的这个文档里边写的比较清楚了 而且呢我这个项目以后可能随着这个版本的更新 我在这讲的用法呢 在新的版本里边可能就变了 所以说一切啊以我这个文档里边讲的为准 你不能说后边你讲的东西怎么现在用不起来呢 可能是我升级了这个升级了一下 这个现在这个新版的我现在讲的用法用不了了 所以说以这个文档为准 OK我现在讲的下边我讲的就是以这个文档为准的一个用法 呃我在这为了简化问题啊 我把这个实体类dbcontext和测试的代码都写到了同一个项目里边 因为为了解也是简单嘛 但真正的滴滴滴滴项目肯定是多个项目把它参分成多个项目 是吧就是这个多项目的 是吧 repository有repository的项目是吧 实体有实体的项目啊 比如说你的dbcontext甚至dbcontext像会有分层的 那具体怎么去分层你详细看我这个文档去介绍就可以了 那包括说我这里边的这个examples这里边呃也好像这个example2吧 而不是2是这个example1啊里边就是一个简单那个分层啊 那么这样的话呃你详细看怎么进行分层OK 包括我的这个呃文档里面介绍了说如果分层的话啊 你这三个包要装到这个实体项目里边啊 比如说我介绍了这个这个包要装到这个dbcontext所在的这个项目里边这边都说了好吧 我在为了简化我都把它装到同一个项目里边了 呃这个更复杂点更分层你们自己去搞就行了 首先我在这新建一个donate7的一个项目 donate7的项目因为呃这个墙类型id这是donate7之后才开始支持的啊 首先呢呃我先在这项目里边装上这三个new get包一个microsoft entity for work call 呃这个啊是要把它装到咱们的这个实体类所在的项目里边 其实这个不太符合咱们的这个ddd的原则 因为你想实体类它一般属于一个抽象的模型 它不应该假定咱们实体类是依赖于ef靠的 但是由于这个呃我的这个开训项目所依赖的那个sauce generator 底层系数的限制啊 我只能让我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实体类所在的项目安装这个包 ok这是不得已的而为之好不好 所以先在实体类的项目里边来装上这个 当然我这个演示的东西啊所有东西都在同一个项目里边 ok首先装这个这个anti-framework的这个包 然后呢再装这个generator这个包 这个是一个帮你自动在编译期 自动生成那些类的方法的最核心的包是它 ok然后接下来呢再装一下这个一个包 这个主要是定义了这个attribute的这样一个公共的包 ok所以把它分成了三个包 不是三个最主要是这两个包 后边还有一个包呢啊 这三个包呢都装到咱们的这个实体类 所在的这个项目里边来 我这的文档有中文版啊 这有中文版 你看英文版不熟不熟的话 你可以看这个中文版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你再定义一个在这边 咱们定义一个实体类 就说Person 这个Person上边 你标注一下这个attribute has strongly typed id 那么这个 has strongly typed id 标上它之后啊 编译期就会自动给你生成一个 Person id的 这样一个呃 这样一个强类型的类了 那么这个Person id Person id 那个类呢 它默认采用的是long类型的主件 那么你也可以在这啊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attribute的 它有很多的这个 构造函数默认它用的就是long 那么你可以在这给它传别的类型 比如说你要想采用这个 int类型 那你可以在这 type int 那么这样的话 它就用的类型 你会用gid 那你可以在这也写一个gid 看到了吧 所以说你可以自定义这个主件类型 我在这就先有默认的这个 int类型的就可以了 这个long类型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在 Person id 编译期会自动给你生成一个Person id 类型 你看这是不是就有高量了 但是你用的时候呢 有时候它没有高量写 解释不用管它 有没有高量显示 哪怕在这编译期报告说这个东西 这个不存在 那无所谓 只要编译能够通过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sauce generator基础 它一个可能需要进步的地方 就有的时候 这个Person id类已经生成了 但是你在这还是 它编译期提示没有 但是只要运行的时候 就是villstudio会提示没有 但运行是不好 所以没问题 好吧 所以在这这个Person id 你看就可以用了 然后的话 如果说你在这是这个颜色的 那你可以拿鼠标 Ctrl键 拿鼠标点一下 可以看看 哎 这就是我给你自动生成的这个类 你看 这有一个 Long 类型的一个Value属性 是吧 然后包括说你看 这个tool string方法 这个equals方法 你看等于等于不等于 这些方法我都给你生成了 对不对 哎 这个难道用的还是 旧版吗 哎 这可能 怎么还用的去吧 新版的话 我这里边大鱼小鱼 这个方法都生成了 我一会儿到 new get上再去看看吧 先不用管他 不影响咱们后边的演示 然后接下来呢 比如再声明一个 这个string类型什么的 string name get set 然后这样的话咱们就好 只要在你实体类上标注一下 这个 然后你在这就可以声明一个强类型的 这个ID了 那么 接下来第三步 呃在你的这个dbcontext 当然咱们先要是 声明一个dbcontext啊 咱们也把dbcontext 声明到这个类里边 dbcontext dbcontext 在这声明一个这个dbset present present get set 嗯 嗯 这个dbcontext我不太经常写的 忘了怎么写了 什么啊对 在这个啊 configuring里面 在这儿写 不用写过来 OK 在这里边 这个option builder 对咱们需要 我因为我不假定你用别的数据库 所以我这文档里边没有假定说你用sirco server 但我在演示用sirco server 所以还需要把这个 这个sirco server的那两个new get包给他装上 一个new get包还有一个toes包对不对 这个包的名字我忘了 所以我去 new get 啊 这个是entity frame em walk sirco server 先装上 这个宝是吧 我在用sirco server给他演示 package 然后因为咱们在这还要用这个迁移 所以说把这个迁移的这个包也给他装上 叫toes是吧 OK 然后的话啊对配置这个连接字幕串 我用sirco server 这个连接字幕串我也不记他 所以我就找个地方 先写好了把它烤过来 连接字幕串 本地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接下来呢最主要的话是这个 你要重载一下onmodel creating和这个config conventions这两个方法在这里边分别调用 分别调用这两方 这个两方 你再给他 对 还得在这 还得装一下这个包 less code ef call OK 这样的话就可以 using在这 using一下这个包 这个namespace 然后在这的话就可以 用这两话 这个两方 两个方法 主要就是进行 强类型 id的一些初始化配置的工作 这的话基本上就是注册这个什么value generator 注册这个什么value conventor 之类的一些东西 OK 这就是自动帮你完成那些数据类型转化呀 等那样一些所有的东西吧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原码 再我不去介绍它的原理了 只要把这两个代码加上就可以了 然后底话就开始写代码了就完了 你会发现可能这有点麻烦装的包有点麻烦 但你看实际上你在这儿的话只要标注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咱们来用一下 这个 啊咱们先用 先用这个 先要这个新型数据库迁移是吧 爱的 买个瑞许 嗯 update date 贝斯 啊 然后的话 因为发现它的这个表已经 生成了 它最终肯定还是这个bigint类型的 但是在模型这个层面来讲的话 它就是这个 这个presentid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来测试一下这个代码 testdbcontext 然后的话 它这儿默认也是自动增长的类型的 对吧 自增的类型 那这个都是我的库帮你搞定的 这些东西都不用你自己再去处理自增 如果说你要自己手写那代码的话 像这个id自增那东西都好 你都需要你去自动给他 都需要写代码来进去处理 特别的麻烦 这些东西我都帮你搞定了 这个present p1 name name by zk 杨中科是吧 然后这context persons add p1 context 你看包括打印一下 你看这个p1.id 你看这个id类型肯定也是咱们生成的personid类型的 对不对 看到了吧 你看 id你打印一下这个id 一对吧 这就是自增自增出来的这个一嘛 所以说这个把自增的值给你打包回这个personid这个工作 我都帮你处理好了 ok就像你好像用这个long什么之类的默认是一样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呢 咱们在这再封装一个方法 比如说体现一下咱们的这个强力强id它的好处 比如说我叫find8id写上一个方法 你看在这传进来一个 你要求你bd传personid 是吧 根据指定的personid找到一个person是吧 当然有可能找不到 所以是可空类型的 在这咱们就 returncontext personssingle or default 你看这儿都是id这种等下 但你一定得注意啊 他这可是一个自定义personid的一个等于等于比较 这个呢 都是我帮你处理好的 你不要自己已经处理 ok 就像用普通的long一样 返回了 然后在这儿personp等于find byfind byid personid 或许还得为一的那个用户是吧 然后呢 我把它 那么打印出来 试验一下 ok可以了吧 看到了吧 ok 所以这就是咱们这种强类型的id基本的使用也就到这儿了 呃 希望这个酷能够帮助大家吧 好吧 如果说你感觉感觉到好用 欢迎把这个酷分享给朋友 墙类型的这个id看起来像是不 微不足道的一个东西 但是一旦把它用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啊 他能够给你系统代码的清晰度带来很大的好处 是吧 比如说你在这儿这个 再有一个 啊product product 是吧 啊他也是这个 用墙类型的 id product id id get set 它的价格 price 那这样的话 你在这儿 比如说我从什么地方拿到了一个product id 那你在这儿 直接find 把id 这样行吗 你看 啊编译器都报错了 对不对 因为人家在这儿要求的是这个person id 你传一个product id不行 这是不是也是利用咱们的这个呃 编译器的好处能够帮你避免直接传一个值 而以前像那种直接传浪的话 你在这儿传个这个产品的5进去 那人家也不会报错 对不对 但现在编译器就会帮你进行这样一个呃 兼容数据兼容性的一个检查了 好吧 行 希望我的这个开源库能够帮助到大家啊 如果说你感觉好用也欢迎把也欢迎大家把这个开源库啊 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当然如果发现有bug的话欢迎大家也提交这个bug 如果说你有些代码想贡献的话 也欢迎这个呃 贡献代码 然后pool request 好 谢谢大家 再见